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On播足球快訊 歐洲聯賽首輪小組賽全面開打 其中大家較為關注的比賽 他的賽果是阿仙奴作客2比1險勝蘇黎世 而另一場比賽盧多格德斯主場2比1贏羅馬 另外,曼聯主場0比1不敵王家蘇斯打 說回蘇黎世對阿仙奴這一場比賽 在上半場7分鐘,馬菲道拿傳球時被人截了 而阿耶根的球射中球門的立柱 到16分鐘,尼基迪亞傳中馬古斯·雲尼斯奧斯 在後點推射成功破門,阿仙奴1比0領先 到44分鐘,尼基迪亞送對手1個12馬 基耶斯奧主罰命中目標 蘇黎世這時1比1攀平了比分 到下半場54分鐘,尼基迪亞單人匹馬殺入禁區 他一腳低射,球被沒收了 在62分鐘,馬古斯·雲尼斯奧斯 而另一場是盧多格德斯對羅馬的比賽 在上半場大家互有攻勢,但都未能打破僵局 在下半場72分鐘,卡爾尼帶波特入禁區後 射門得手 盧多格德斯1比0領先羅馬 在86分鐘,羅倫素柏力堅尼右路全中 禁區內的蘇凱洛杜夫頭去破門 羅馬1比1追和盧多格德斯 在88分鐘,落立圖禁區內放開角度射門得手 這時,盧多格德斯在比分上領先 而且將優勢保持到比賽結束 最終盧多格德斯主場爆冷,2比1擊敗羅馬 而萬聯對王家蘇斯達的比賽 在上半場雙方都沒有頗具威脅的進攻 只有在34分鐘,達洛特45度角斜泉 斯朗拿道高高跳起,頭翠坡門 但球證是以越位在先,所以入球無效 到了下半場,萬聯率先球變 班奧費南迪斯和利辛道馬天尼斯 換走基斯電神艾力森和達洛特 去到59分鐘,大衛斯華禁區內射門 而利辛道馬天尼斯在封球時 就把球打在自己手臂上 構職潘伐十二碼,巴勒斯文迪斯主罰命中目標 王家蘇斯達就1比0領先 雖然馬聯在之後展開反撲 但因為近期賽程密集,球員都比較累 所以他們的速度沒辦法提起你 最終只能在主場0比1不敵王家蘇斯達結束連勝勢頭 好球不等人,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